甄嶺除了就是四十二部影片的策展之外 今年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嘗試 對不對 是一個錄像空間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談到這件事情 我們非常的驕傲 就策展團隊其實在一個很有限的資源裡面 我們想做不一樣的嘗試 那首先也就是團隊裡面都有人 包含我自己很喜歡video art 或是這個很像電影作品的一些藝術作品 我們經常觀看到他都是在藝廊跟美術館 那他其實裡面有很多的作品 他的形式跟風格是跟紀錄片相似 或是他就是紀錄片的精神 那我們就想要把這些影片找來 那我們地點就規劃在這個影廳的樓上 一個空的房間 我們把它佈置得很像藝廊 整個就是黑漆漆的 然後就是一個投影機投到白牆上面 然後去播放這些影片 那首先這些影片有些特色就是他比較實驗性一點點 我們或許在觀眾是用買票的時候會有些期待 但是他的這個 我們如果放在樓上是一個免費的觀看的話 那大家會比較樂意去觀看 第二個他的觀看模式就是你隨時進入都沒有關係 那電影院不行啊 開場二十分鐘之後你做定了 你就要從頭到尾一個有時間順序把它看完 那這樣子的作品他其實是一個輪播的方式 我們每天有十四個作品在樓上 他其實有點像愛的消失與重生嘛 這個今天把這個投影機關了 他就消失了 明天重新打開 又再重生 這些影像 對 又栩栩如生了 那這些影片裡面也跟樓下的這五個六個單元是互相呼應的 例如說有一部片叫青青爺爺 他就是導演喔 一個年輕導演他記錄家裡面這個長輩八十幾歲的爺爺 他的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家裡如果有老人經常他行動不便 然後比較遲緩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好像講他的事情好像當作他不存在 那其實這個導演他是非常的近拍爺爺的表情的臉 所以你會發現說喔不 你講什麼話 其實爺爺他是聽得到的 他被忽略他也是有感覺的 家人當著他的面前去討論他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你要用很近很近的距離去拍他 好像特寫鏡頭你會看到說爺爺的臉上都是皺紋 然後這是歲月的痕跡 這是一部很感人的片喔 然後另外還有佔領第五六一小時 是袁廣民老師這位藝術家的作品 他也是在講抗爭 是在講太陽花運動 但是短短的一個五六分鐘的錄像作品 那其實他裡面有點不太寫實 他就是進去立法院拍學生要撤場前戲的一個景象 但是他拍這個景象 他是用高空的這個攝影機拍攝的時候 最後用數位的方式去抹去了人的痕跡 學生通通不見了 只剩下背包啊 泡麵啊 標語啊 你會覺得這不是一個真實的情境 可是好像比真實還要更真實 他有點像是超真實 像是我們心裡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這部影片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在錄像空間的兩個一九八四 也是探討公運 運動 社會運動 對照觀看 我們在樓下會去播放的 我剛剛講的 就是社會夢想家裡面的一些影片 那就會覺得很有趣 揭露片導演 是用這種方式用訪談的方式來做拍攝 來做說故事 但是錄像藝術家他是用一種超真實的方式 或是更有創意的編排方式去打破真實的界線 但他們訴說的是同樣的事情 或是同樣他們要去探討的議題跟主題 用截然不同的方式 那我相信觀眾這樣子樓上樓下去做觀看 會產生不一樣的心得 是 對 最近蔡明亮導演的劇情片交友 也進入了北施美術館 我們說就是你的電影在電影院看 跟在一個美術館 或是一個錄像空間看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人會動 所以影像也跟著動 那當然就是非常就是 尤其他又是免費的 希望大家就是在一樓看完電影以後 可以到二樓的錄像空間去感受 感受電影不同的魔力 那我們說真林除了影展以外 其實See Next在近幾年來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 也做了五年的華人國際紀錄片的提案大會 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提案大會 再怎麼樣子的操作呢 提案大會其實就是我們來幫助 兩岸三地的華人導演 幫助他們找到國際發生的平臺跟資金 他有一點就是有創投的成分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也是在磨練跟教導 以及就是提升華人導演的提案能力 那我們知道過去我們會覺得 紀錄片工作者是苦哈哈的 就自己一個人好像必須要一份正職 然後其他時間自己提的攝影機 也沒有其他的工作人員去拍攝去蹲點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精神 但是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要講更宏大更宏觀的故事 例如說歷史的紀錄片 或者是說你希望你的影片 不只是在地的人看得到 不只是社區看得到 你還可以賣到國外 讓國外的觀眾 甚至國外的影展都可以選你的片 那你必須要把格局拉大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創造這樣子的互動空間 所以我們邀請了全世界一流影展的策展人 包含日舞影展 翠貝卡影展 這些一流重要的這個影展 那還有全世界的這個公共電視 這個買家就是決定要不要購買 或是投資紀錄片的這些決定人 還有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些很優秀的製作人 紀錄片製作人來到臺灣 那一起來聽我們今年有十八組的影片 兩岸三定精選出來的十八組的這個提案 來聽這些提案 然後呢甚至我們還有這個圓桌的小互動 每一組都可以深度地面對面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做著 那麼那麼靠近 來聽這些專家們給你的提案 有什麼建議 是 那過去以來 因為今年是第五年 過去四年以來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許多紀錄片的提案 都在我們的提案大會裡面 而國外的買家跟那個公共電視 立刻就決定說 好我要投資這這部紀錄片 我要跟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來做合作 是 對 其中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就是 是著名的這個大陸導演 杜海斌先生 對他的芯片 叫做少年與國 那杜海斌先生也是跟Cinex長期合作的一個很優秀的大陸中生代導演 他過去的作品包含了傘 還有1428都曾經在威尼斯電影節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那他的芯片也是萬眾矚目 那他當初就是在這個提案大會裡面 得到了這個法國的這個資金 那因此他可以做一個順利的完成 那不但有法國的工作人員 法國的資金進入 然後這個故事他講的是一個九零後的中國的少年 他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情懷 但是他怎麼樣在例如說釣魚臺事件的時候 他可以在街上揮舞的旗幟說還我釣魚臺 非常的激動 然後穿著軍服 到慢慢的慢慢的他接受社會的洗練 瞭解說真正的這個國家跟人的關係是什麼 裡面或許有一點點的幻滅 這個很激動的少年他的情節 但是他慢慢的也是一種自我發現自我成長的歷程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看 而且更特別的事情 在這個提案大會裡面 會有所謂的紀錄片學院 其實我們是開放一般人來報名 那很高興的是今年已經一開放就很快的 對 額滿已經沒有空位了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也是紀錄片學員 他很特別的可以搶先全世界的觀眾 看到杜海斌導演因為是今年的講師 很重要的大師班的講師 所以他會在現場去做這個影片的播放 那只有這個紀錄片學員的觀眾 他能夠先讀為快 教改學堂 他是去年CNICE主題紀錄片的影展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影片 去年我們的主題是教育教育 那我們也針對了台灣歷經教改 二十年的一個歷程做了一個反饋 然後也訪問非常多的教育部長 家長 甚至是學生 剛好也跟今年是十二年國教 剛開始實行很有關係